為何我仍然繼續播放這個大馬的project 大家要知道我一播放這些 就代表我們今晚的所有整個live的收入是沒有的 為何我要播放呢 我希望在其他地方找到更加多的收入 首先要這麼說 馬來西亞特別這個第二家園計劃 應該怎麼說呢 是不是大熱我不知道確實的日子 確實的情況是不是大熱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近期我收到的enquiry 我經營這個行業兩年多以來是最多的 每一天都不斷有人去查詢 報名 要申請MM2H 我在這裡就不細說MM2H 我只是說 首先門檻很低 50歲以下的人 只要你一個人 放大約是60萬港幣 放一年而已 第二年就拿30萬出來 還有四利息拿回 即是放30萬港幣在那邊 你就可以帶來一個配偶 18歲以下的小孩 60歲以上的父母 外父外母 舉家移居 在馬來西亞 有什麼門檻會低成這樣 那如果你是50歲以上 更大了 那你15萬 只要15萬港幣 那你又可以做到 帶來老婆 老公 小孩 老婆 那門檻是這麼低 為什麼你不拿呢 而馬來西亞 是不是想到那種 住在樹上 大家看過杜汶澤 阿澤 那個走到馬來西亞 當然知道不是 我的所有團友 網友 之前跟我去團 跟我做我的計劃 甚至是那邊下地生 做生意的朋友 包括我兒子 讀書 當然知道那裡不是一個 住在樹上的人 那些人住在樹上 下墓術 下降頭的人 那我剛才說的那間 太多人來問我拿資料 其實呢 很多朋友聽完我介紹的項目 就經常問我拿資料 我為什麼好像很囂張 不給資料呢 我不是怕你們 蓋了那個盤 那些資料 也似乎你們不光顧我 不是 而是我不想你們 隔山買牛 還有我知道 我給你們的資料 只有體字 你們是不會買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買我都不會賣 因為 我們很多時候 會喜歡自己 騙自己的 譬如 現在看到香港是這樣 是不是應該要走呢 啊 啤梨哥介紹 不如拿些東西看看吧 看完之後 你另外就會找很多東西 去把你吸收的正面信息 去擊倒 譬如 始終是別人的地方 譬如 那邊人生無不送 譬如 媽媽在香港 那你既然是這樣 你何必去拿些資料 和我拿些資料 我去充滿期待 給你資料 然後大家去 為你去圓 滿你那個 自己騙自己的 行徑呢 我當然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你太主觀了 我真的想去的 真的想去的 真的想去的 真的想看的 賺時間 跟我過去看 我騙了你的 就是你的屯廢 而事實上 也不能騙你的屯廢 看過 對的 這個地方 first of all 你是要喜歡這個地方 那當然 是不是全部都是這樣 不是的 好像剛才我們看見那個項目 我上個星期介紹過 整趟年 15年包租 收完15年前之後 你收了90% 你給的錢 譬如那裏是100萬 也不用港幣 我當是100萬 你拿回90萬 然後第15年 你可以 用當時的市價 賣回給他 當他一毛錢 不升 你賣回100萬 你已經賺了90萬 中何況 大家就看看 馬六甲 那些酒店房 或者現在那些 物業在過去的情況 是升還是跌 當然投資 是涉及一定的風險 永遠都有 OK 如果這個這麼有合法 又這麼漂亮 風水也好 這麼方便 我只能夠 錯失這個機會 我覺得很可惜 林匡正 他也沒有 但是他作為我的團隊 我拍狂 一樣有 其實加價之後 我們自己個別 有些職級的人 還會有幾十個位 那我就爭取到最多 50個 因為我業績太好 不要說太好 OK 爭取到50個位 這50個是甚麼 50個都是加價錢的位 即是你之前未買過的 你今天來找我 找林匡正買 在這個月內 六月內 你還是用回 昨天的價錢 即是上星期的價錢買 六月後便沒有了 我剛才問我老婆 其實 所謂的50個位 我應該只剩下30多個 已經用了十幾隻了 如果未買的朋友 想了解一下 或者 你們說得這麼想好 想了解一下 爹地媽咪過去吧 其實現在你的條件 老實說 是比最初買的好一點 因為一次過直接選位 給三幾萬元首期 就供了 OK 供完之後 一年後 律師費和那些甚麼 供完之後 基本上 你就已經賺了 為甚麼我要這樣說呢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把東西拿到來 明天你去跟我買這個位 譬如說這個位是24.7萬的 真的截了之後 現在正式6月 其實現在是6月4日 6月5日 其實現在是賣多少錢 31萬 31萬 你用24.7萬 就買到31萬的位 而去到11月 這個位是32.5萬 這個位是我們計算的價錢 但是老實說 越早買大家要明白 因為我不想浪費大家太多時間 我還有其他事情要說 越早買 其實你的位置選得好 這個不是 這是永年亭的賣價 反映不到你的價值 因為你一定是選擇 那一堆裡面的好的位置 人們要選好的位置 就和你買 只有一個 OK 希望大家真的不要錯失 這個投資機會 所以如果想買 就Whatsapp我 59330829 是的 59330829 林康正買Whatsapp我 6692429 59330829 6692429 OK 我們只有三十多件 如果是的話 我們這星期去馬拉 我就盡量希望 大家可以在下星期六天 一起過去看 看完就一起吃東西 是的 玩一下 我和你們選擇位 說真的 有些人說 去幫先人解位 其實有些基礎的東西 我就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我說記得的 對身照 八字 五行 方位 大致上都不會怎麼坐 因為老實說 東南西北鄉 因為你始終不是指五線 下去安撞 OK 好 大家